今天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统韩方能够取得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晚上我们的亚洲猪赛 现在开始 为大家介绍场上对阵顺风 蓝方选手 年龄22岁 身高194公分 体重93公斤 职业战绩 量胜量腹 来自韩国最炙熟可热的MMA 新生代 十里新南 拥有极具杀伤力的重拳 战力击打能力相当了得 他就是此次英雄帮18的颜值担当 有着格斗送中击之称的 哲德云 同方选手 年龄36岁 身高183公分 体重93公斤 职业战绩无胜六腹 英雄帮2016年两场比赛 唯一一名 两次用不同技术 提前终结比赛 获得胜利的选手 更是英雄帮17最佳人气将的得主 技术十分全面 游击擅长足球踢 地面交际 大赛经验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十分出众 善于把握战绩 他就是孔子第77代传人 来自哈尔滨的狂猛之宰 狂猛之宰 孔恨 冬 长下比赛 长下裁判 贺博迪恩 加州大战 贺博迪恩当任主裁 两人的第一次主赛 又就马上第一次中国人的主赛 如果说现场有妹子们在看比赛的话 这场比赛看不到也没有关系 这就疯狂 疯狂了 好的 赛前郑多运自称啊 他对孔寒冬了如指掌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 赛前郑多运就说过 他说孔寒冬的体能极限是在五分钟以后 是的 也说五分钟以后 他相信能够打出那个比较精彩的局面 是的 他说他孔寒冬是 身高优势 好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英雄榜18 风云阵的联合主赛的现场 我是王庭 这确实是孔寒冬的 我是郑翰 这确实是孔寒冬的一个特点 就是往前冲着 而且郑多运很有经验 打了一拳之后 前手就马上是向前 控制距离 控制距离向前挡住 对方压近 放手迎击 好漂亮 孔寒冬有点吐舌头了 前手 郑多运身高必展的优势非常明显 是的 而且肌肉的这个 而且郑多运不停在做那个 下蹲的爆摔甲动作 迷惑对方 对 他肌肉的气调也很明显 好 漂亮 孔寒冬报价有点低 漂亮的这个迎击拳 而且孔寒冬刚才那下吃得比较重 你看不停在那个大口呼吸 中嫂 刚才是那下试试重 郑多运看来这个 他这样重拳重腿啊 又是一个重拳 忠嫂推开 而且郑多运每次中嫂之后就推开 创造距离 不让对方压近 因为他知道对方唯一的那个 有力的攻击点就是打近身 前后手 前手的一重拳 这手和那孔寒冬 越打越兴奋的感觉 后手大牌 平勾 漂亮 被周多运躲开了 中嫂 比较严重 插掉固体膝状 这个周多运的中嫂加直拳 这个组合呀很犀利 在中嫂 要危险 插掉固体膝状 还好孔寒冬是那个左右轮摆 破掉那个固体膝状 也是因为这个攻击 又是中嫂 原因两个人的拳都非常重 必须的 后手 前手 对 明显臂展不占优势 孔寒冬 是 孔寒冬得想办法去暴摔 去暴摔 是的 但是现在送中鸡 不是送中鸡 中中玉 对 他是没有 不会让这样子的 对 韩国拳手打得很聪明的 前手刺拳 哦 漂亮的 早递 非常脆的声音啊 这个级别呀 拳拳到肉 一拳是一拳 中嫂 踢中肝脏 拳拳 拳拳到肉 有点韩兽 你看 孔寒冬的入手架里 开始带 躲开平钩 漂亮 这两人现在打成一场 拳击比赛 是 拳击加 蹦蹦 起耳上踢拳了 对 自由波机 还是有腿的 不是只有拳 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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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中了 点中了 滑东的脸已经红了 滴嫂 滴嫂 两人目前 在滴嫂 漂亮 漂亮 手撑地起来了 哎呀 没办法回会 起身很迅速 其实刚才摔 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方逢抱摔做得很好 因为即使手 就到后面撑地了 对 那滑东抓了谁抓得也不错 对 你看下手大白 被对方推开了 两人现在是一种 稳重的DPS 一拳是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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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手 哪一拳哪一拳 到什么时候会KO 打得非常轻松 郑多运 抱摔 抱摔 好 脚东边 脚东边 脚东边是脚东西有好处的 脚东边是脚东西有好处的 只要管一下对方的拳 是 郑多运反复把孔多运顶到角落 郑多运的力量明显没有 找机 找机之后再抽来 打自己最擅长的力量 远距离 中扫 你看 郑多运是一直在中扫的 我就不停地中扫 逼你把那个右手抱架 沉下去是防肋骨和肝脏 然后那个时候 你防护柱的时候 我在高扫抱头 有道理 是的 孔多运动现在应对策略 就是利用这个赢猪的拳 去应对对方 但是运异的事在于 中扫运身高必长 中扫 后手直拳 打退了 后手直拳 打退了 到角落了 后手大牌 直拳 孔多运动就鼻血流出来了 目前到现在为止 比赛进行了四分钟 孔寒冬还是战斗劣势 是 这个 他在这种重拳重拳的拼杀中 还是攻击力 还是轰不过 轰不过这个郑多运 两人的身高 对 暴摔呢 暂时暴摔能不能暴进 能不能贴近 能不能贴近 啊 这一轮 有一下重击命中 这一轮打了郑多运 有点惊讶了 是 没想到 你居然还能给我这一下 暴摔 效果不是太明显 孔寒冬刚才有点土色纸 呼吸有点受限 是的 你看看啊 马上要到五分钟了啊 郑多运说的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对 郑多运对孔寒冬 体能没有太大的限制 导致孔寒冬 体能下降 是因为不停的 遭受重击 因为遭受重击 会直接影响你的呼吸 疼痛 对 疼痛会直接影响你的体能 好 第一次取得这个 又是一个 又是中槽 他和孔寒冬抵住了 又是硬汉 漂亮 瀑格尔的 很聪明的做法 没有 证明他已经有点累了 很难度 要做足关节技了 可惜对方已经跪下来了 没有足关节技了 对方站起来 可以做足关节技 对方跪下来 基本这个划关节技 没了 他压住是同一个位置 对 有点尴尬 但是我们看现在郑东宇 因为对方一出来就过腿了 这已经是接近个腿转 对 实际上现在已经 应该把上钉钉基本能过腿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了 两边都能过腿 没得住 没得住 没得住这个机会 郑东宇平时感觉地面练得不多 难道布村 有没有 郑东宇 郑东宇有没有 哎呦 他就被逃掉了 如果他能翻过去的话 这下就危险了 对了 到齐城 到齐城 没有 可能没给他机会 逃出来了 郑东宇看是要压制 还是放他起来 目前郑东宇也比较多 我认为郑东宇希望说他起来 对 但是看他以前没这么做 不是 要放他 郑东宇在地面中是不占便宜的 没有想要放他起来 嗯 没有想要放起来 郑东宇在地面中是不占便宜的 如果说不占便宜的话 为什么不放他起来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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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安保 好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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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 电梯扫 漂亮 看郑东宇起身体能的原因 体能 体重和体力的原因 那那下技术动作做对了 被对方翻过来 就是对方的体能比你好 地面踩踏 地面踩踏 那现在这个哈尔伯迪恩呢 我觉得很 那下动作有点小危险 郑东宇不放站起来吗 郑东宇难道也有点累了 有可能是 原来这个主动权占他 我可以放你站起来 不放你站起来 好 现在把主角给裁判了 现在还有3分38秒 还是非常硬的 跟对方套力在全套 刚烈的汉子 就是这么刚毅啊 鼻子是不是有点了 好的 抱摔 再次抱摔 看郑东宇怎么 好 腿出去了 没了 郑东宇的屁股一直都要往后 哎呦 这个顶 没顶住 这让我想起 孔汉东跟赵子龙这场比赛 在入的时候 孔汉东也是被打成这样的状态 那下平高 漂亮 近身那几下重击非常有效 我给你保证 这一下是达不到孔汉东的 虽然说看环东现在这个样子 他是达不到孔汉东的 轻易的 忠嫂 退了 退了 孔汉东退了 你看手垂下去了 这下后手迎击 对方的忠嫂也不错 郑多运的拳也下去了现在 郑多运的拳 也是 后架也下去了 因为这个级别要我太累了 这个摔法是完全没有力量的 对 没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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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手臂三脚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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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多运好像没体力了 郑多运好像没体力了 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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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臂三脚脚强服 哦 孔汉东 手会和手臂三脚脚强服 漂亮 体力不足了 看来啊 他分析的对 用以后 这个体力不足了 手臂三脚 手臂三脚 挑戰 接下來宣布本場比賽結果 今晚的壓軸主賽 第一回合7分30秒 藍方手臂三角鎖 相扶獲勝 各位先生 第一回合7分30秒 第一回合 我們有1個贏的 手臂三角鎖 中馬招呼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北京英雄貓體育文化發展公司 熟悉運輸官畢思安先生 為獲勝選手頒獎 星空